我已經在城隍爺面前說 我希望我今年就是 不要有桃花 然後讓我盡情的去 世界各地工作 然後我覺得他可能有在幫我忽略 那有時候那個藝人的桃花不是也是 就是說可以轉化成工作嗎 反正已經五年沒有戀愛了 那也不差第六名 亞洲極品 瑤瑤確定參戰 浪街舞 甜寒等官宣 五年感情通創 自嘲男男又有款工作 哦 你讓我一起 等官宣哦 等官宣才有什麼負責 負責 這一次就是變瘦 就壓得到 然後我自己沒什麼壓力 瑤瑤顧書優近期行程滿檔 日前在大陸被桌拍 決定會參加陸仲 乘風破浪的姐姐第五季 而她熱播的影集 何百睿的地獄獨白 本週也將迎來精彩大結局 這張最好早啊 12號瑤瑤 瑤春瑤 林雨昕跑宣傳活動 一起DIY情人節蛋糕 感情控創五年的瑤瑤 這蛋糕送得出去嗎 是不是不得了 這蛋糕是今年都沒有任何桃花 看得出來我的目的這麼明顯 是不是 不是 因為我想說 百睿我們那天記者會 我已經在城隍爺面前說 我希望我今年就是不要有桃花 然後讓我盡情的去世界各地工作 然後我覺得她可能有在幫我鋪利 那有時候那個藝人的桃花不是也是 就是說可以轉化成工作嗎 我就是用男朋友去換這樣 哈哈哈哈 反正已經五年沒有戀愛了 那我就也不差第六年 這我跟城隍也講 我說等到百睿第三季拍完 我再有桃花 因為我怕製作人會找不到人拍戲 所以是戀愛腦的部分嗎 那你今年這樣還有時間拍其他的戲嗎 有啊有啊有啊 好像年底會再籌備啦 所以就有留時間 還是會拍戲還是會拍戲 因為戲劇都好像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對啊我覺得戲劇都好像是生活中的陪伴 我自己啦也會從戲劇裡面獲得很多東西 我覺得瑤瑤妳會選角色 對我一路看妳的作品 因為妳不算那種年年拍的人嘛對不對 對但其實因為我沒什麼可以選的 所以就是選的比較精準 亞洲極品 我是亞洲極